晚上柯南在事务所里闲来无视 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但他走出去却没有一个人在外面 正当以为是小猫小狗之类的 回头竟然撞见了勤九在里面 都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一把捂住了嘴巴 还直呼柯南的大民工腾心衣 柯南这瘦弱的身体被勤九轻松给举了起来 他还在疑惑勤九是怎么发现自己身份的 此时又传来了小兰的声音 勤九示意福特加拿枪过去把他解决掉 柯南看着小兰离危险越来越近却无能为力 福特加在门后等着小兰来开门 纵使柯南怎么呼叫声音都无法传到另一边 就在小兰开门的一瞬间 一阵惨叫后才发现只是一场梦 惊得他是一身冷汗 然而在白天警局办案的时候 竟然听到了七只乌鸦的歌声 柯南询问了一番唱歌的操歌后才得知 刚才他听到有人的手机案件音和这个歌很相似 柯南一下就明白了酒厂的人来了警局 因为这案件音正是酒厂buff的邮箱地址 可待他找出来时对方已经乘车离开 车子正是勤酒的保时捷356 殊不知此时已经有人盯上了自己 之后柯南在地下停车场识破了贝姐的伪装 贝姐向他透露了酒厂出动了一个新成员 代号爱尔兰 并告诫柯南此人也许奔着他而来 就在当天夜里 某人来到了地丹高中的保管室 并找到了当时柯南恢复成心意参加学员计的道具 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地丹小学 在柯南的班级找到了他的手工模型 然后将两者的指纹拿去对比 结果则是几乎完全吻合 在东京铁塔上柯南处理完了一起案件 正巧碰到了松本警示在这里办案 然而柯南却直接掏出了麻醉针向对方射去 不过射偏在了另一人身上 剑歹途反抗 松本一拳就将对方给打晕过去 柯南其实早就知道了松本的身份 正是爱尔兰假扮的他 真正的松本警示正被关在另一个地方 柯南还想用强力鞋拿下对方 哪知对方一拳就将自己给锤飞 想要亲手将他交给那位大人 不过关键时刻小兰赶到了这里 柯南让他注意后面的松本 小兰也意识到了对方是假的身份 站起身来打算和对方单挑 凭借极快的速度躲过了对方的子弹 一掌顺势将其击倒 这几个镜头几乎能算是小兰空手道的代表镜头 不过那张被毁掉的易容脸下的小兰失去了战力 干脆就撕掉了自己的伪装 再次把目标对向了柯南 无奈他只有向外面的阳台逃去 本来都已经抢占先机 结果秦九的直升机赶了过来 爱尔兰则又顺势抢夺了他的手枪 好在目前柯南的行踪暂未暴露 秦九让爱尔兰先把U盘给他们拿过来 可就在确认完毕后 秦九直接下令干掉他 不明所以的爱尔兰就这么倒在了秦九枪下 本来要撤退的秦九竟然发现了还有人在这里 好在爱尔兰并未告知秦九柯南是攻腾心一的事情 帮柯南挡下一发子弹后便魂归西天 紧接着秦九直接上了大家伙 一通扫射打得柯南抱头鼠窜 无奈只有在这铁塔盘旋躲避 也成就了柯南剧场版最精彩的一幕 最后柯南被逼到了绝境 要再不想办法自己就得死在这里 他看着一旁的安全帽 在抬头望了望下方的高度 顿时就有了一个想法 就在秦九抵达他上方的一瞬间 柯南从高台一跃而起 顺势就拿着安全帽急速下坠 这也标志着柯南剧场版开挂的开始 借助伸缩腰带安全落地 并将安全帽反盘了回去 顿时就炸掉了尾翼 失控让他们也不得已落荒而逃 可惜秦九就是没有看清柯南的脸